如果你以為智慧手錶是專門設計給大人的玩具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像我旁邊這個智慧手錶呢 就是專門設計給小朋友的玩具 透過手錶操作 遠端遙控 藍牙球 想去哪就去哪 多彩塑膠錶帶 滿足小朋友的喜好 算不能行動上網 但用藍牙Wi-Fi連線 也能丟符號 未來還有語音功能 我們希望讓他自己相信他是一個魔法師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他戴上這個手錶 開始在操縱他身邊的玩具或產品 讓他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互動 用智慧表掃過平板 就像照X光小小的螢幕就跳出人體器官 而這也是買單的大人看中的教育功能 除此之外 一般鬧中的提醒 因為對象是小朋友 也被可愛的寵物狗取代 兒童智慧表的創辦人其實出色喉海 畢竟在台灣來講 在一個代工企業 你還是有很多的一些 因為產業性質的關係 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來發揮 我可以喝點東西嗎? 餵奶給玩偶像夾夾酒或是幫他刷刷牙 以互動形式讓玩偶變成電子寵物 分析師預估2020年智慧表的出貨量 會達到3億多隻 市場持續成長 也讓兒童的市場成為廠商下個戰場 三兄零告